大家好,我是章小妹 今天咱们用南瓜做好吃的 准备一块老南瓜,先削去外皮,去除瓜瘾部分 清洗干净,改刀切成薄片 切好的南瓜片装在盘子里 冷水放入蒸锅,大火烧开后蒸15分钟 接着准备一根胡萝卜,先切片 再切长条,最后切成小碎丁 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把小葱,切成葱花 这个时候南瓜也蒸好了 取出来倒在大碗里,搅拌成南瓜泥 加入约150克普通面粉 加入适量食盐,少许胡椒粉调味 放入切好的胡萝卜和葱花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种稍微粘稠的面糊 搅好的面糊装在标花袋里 没有标花袋的,用保鲜袋也可以 锅中多倒些油,油微热挤入面糊 长短根据自己的喜好 火不要太大,炸至面糊浮起一定要勤翻动 这样受热会比较均匀 炸至表皮金黄即可控油捞出 咱们用南瓜做的这个小零食就做好了 咸香柔软,做法也是特别简单 感兴趣您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收藏关注哟